基础 对方下走 那就要做事了 进一步研究 那一般人不知道了 这问题也别说太远 也别说太深 就说到这儿 这个基本共识 看看能不能理解 要理解了 就把这思想传扬出去 这就是属于 对咱们民圈的深度启蒙了 这不是对老百姓 对老百姓呢 其实我建议那种启蒙方式 还不如说上来民主自由 而是让他知道 什么叫吃亏于占便 这我说的 那两大分别心 这尽管也是可笑的 从佛教看 两大分别心 造一副人的这个 但是呢 我们这个生活在世间 又得利用这两大分别心 只不过利用好了 一个分清里外 一个分清好来 其实无论国家还是一个人 每天要做到的事情 都是这样 各种算盘剥拉 剥来来剥来去 就是一个分里外 一个分好来 但是老百姓他就不知道 是吧 那个具体的 就是以为共产党是亲爹 以为妈的美国 日本是坏的 其实人家是自由民主 就不会来打咱们 对咱们好的 他认为共产党是他妈的爹 是吧 分不清里外 当然本质上也分不清好赖 不知道什么好 什么坏 不知道民主自由是好的 也不知道这个 这变革是对咱们好的 是吧 以为共产党对咱们好 都分不清吗 说白了 这就是愚民脑餐 一点错没有 尽管是共产党有渔民政策 但是呢 那我们怎么能觉悟了呢 对不对 还是可以能觉悟的 那这人他就是觉悟不了 也许这是一个比例 他就改变不了 是吧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就是99%是渔民 1%是明白人 1%明白了 他不一定是要求民主的 就是像官场 大多数人是明白的 知道共产党很坏 他在那也是为了占便宜 你不老说 一帮人不知道 就当公园 是吧 进去之后他变坏 他扯淡 就他妈的 就是为了 当公园就为了去占便宜 我也从那个队伍出来 我还不知道那帮玩人 也去帮小玩人进去 就是为了占便宜 但是跟老外星 启蒙连讲这个都不行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两个分别 用这个去教育他们 怎么讲 我们不提民主自由 其他没有用 就说你共产党 如果是真正被中国好 行 我们就告诉他几件事实 就是说他们没有真心 对待老百姓 把老婆孩子二奶 钱都弄到美国加拿大去 对不对 你要是真心为中国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跟老百姓一块死 喊得这么凶 所谓的共产党的两会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两会 美家业主委员会 和美家刘维生家长会 本质上是这样 多少中央委员 拿着美国加拿大绿卡 就他们本人都拿绿卡 那还有多少人 就是他的子孙 拿着绿卡的更多了 我估计得上95% 他不是傻子 挣完钱他不出去 不让子孙出去 他这样带个混 挡着你来反腐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中国老百姓非常愚蠢 你告诉他 就是共产党 不是真心的对待你 是吧 我说过 蠢不怕 如果是统治阶级的老百姓 是一块蠢 一块跟老百姓 就跟美国拼也行 那我还认了 是吧 你是真的 问题是什么 假的是 骗老百姓 是吧 在国内撸钱 然后把钱弄走 能骗老百姓吗 你就跟老百姓说这一点 如果老百姓 这帮傻逼玩 说听完这还不懂 那他妈活该死 那真是活该 怎么叫活该 那当年上帝发大洪水 那人坏成什么样 我说 那没坏成哪样 那现在中国人 那坏的程度 那比当时的人 那坏他妈的十倍 二十倍 还得拐个弯 那早 没有人 没人 好 那 带 你 我 我